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用开支票给人家 那你为什么要偷偷报现金给人家 一定没有报账的 你判断 柯文哲会针对姚老师讲的这些事情 出来公布吗 那最好他公布 当然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不希望 就说整个白色力量 还有让这些年轻人的梦都碎掉了 我们也希望 那这个事情如果他不公布 我们如何让他水落石水 那我们也不公布 那我们就只有告发了 对 他假如不公布我们就告发了 用姚老师的那个 对 姚老师的说辞 我们就告发 甚至我们到国序局去检举他 那可以告他什么 不是 你告他 你今天你申报不实 最起码姚老师讲了说 他有这五百万的收据 他拿了这个凭证就不对了 对不对 那就有 我们也可以跟监察院去检举 那监察院就叫他 把这样的凭证拿出来 那当然他也一起会解说 我全部都不见了 丢掉了 不可能 怎么可能 对 他不是要保留五年 对 就看他嘛 他假如说就丢掉了 你拿他 没办法 对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政治到了